這裡是被稱為釜山最後一個月亮村的安昌村 當年韓戰難民聚集形成村落 如今人口大約有兩萬三千多人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就佔了將近三成 當地有所謂的村莊守護者 專門替年長者修繕房子 由於陡峭鞋鋪換眾多階梯 一般人也很難行走 當地年長居民生活最大的難數 就是洗衣服 許多人家中沒有洗衣機 空間又小 不敢清洗棉被等大型異物 釜山當地政府最近為了村莊裡的弱勢 族群開設免費洗衣房 請村莊守護者提供宅配服務 搬運大型衣物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 他們也計畫 接下來再開設四個據點 讓村莊老人家不必來回奔波 同樣在釜山 當地一間居民中心 也正在寒冬送暖 匿名人士捐贈了五百五十箱泡麵 換算一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包左右 價值約一千萬韓元 原來這個社區有九千八百多位居民 其中九成都靠領取政府給的 生活津貼過火 這位神秘人士沒有留下個人資訊 但開玩笑說 假使身份曝光 就要收回泡麵 堅持保持匿名 福利中心計畫 在即將到來的春節前後 將泡麵送給當地年長者 和單親家庭等弱勢團體 至於在光州 則是有一間善心食堂 專門提供便宜飯菜給弱勢族群 점심時間已近 店前套的俄羅斯人士們 會合作 預金是一萬一千元 十二年代以後 變相無價格 有酥味的食物 也沒有食物 即將是白鴡蛋糕糕 味道如何? 不錯 這裡的客人大部分是獨居老人 食堂老闆是這一位49歲的金潤金 他繼承七年前去世的母親遺願 儘管通膨物價高漲 仍然堅持賣一份划算台幣 三十元有找的餐點 金潤金四個月前腿受傷 現在倚靠羅椅和拐杖代步 多虧鄰居和志工的幫忙 善心食堂還能繼續運作 先前在清上南道 也有一位匿名男士 在當地福利中心門口 留下超過四千萬韓元的錢漢紙條 他被稱為慶男捐贈天使 從2017年開始 五年來一共捐贈四十多次 捐出五億四千五百萬韓元 奉獻自身力量幫助弱勢 人間處處有溫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